中年男人动了情不会明说,而是会问你这样的问题。 不同性格的人表达情感的方式会不一样,或开门见山的说,或隐晦的传达爱意,或甜言蜜语,或语言朴实,或当面说明心意,或借助社交软件表白。 不同年龄的人对爱情的看法不一样,表达方式也不一样。 二时出头的男人,在爱情面前像一座喷勃的火山,炙热灿烂。 随着年龄的增长,男人会在情感方面越来越成熟隐忍,爱一个人从来不会明说。 中年男人动了情不会直接说喜欢,而是会问你这样的问题,你最近好像不开心,是不是遇到了什么事? 步入中年阶段的男人,一般都经历过几次爱情,或许曾经受过伤,或许在感情中慢慢变得成熟,所以即使对一个女人有爱慕之情,也不会明说。 他会默默关注喜欢的女人,看到他心事重重,或者发伤感的朋友圈,就忍不住弄清缘由。 他平时可能从不给予问候,但是你一旦遇到不开心的事,他一定是第一个来安慰你的人。 在别人关心你飞得高不高的时候,他关心的是你飞得累不累,别人只愿意分享你的快乐,而他愿意分担你的烦恼。 我今天看见你了,旁边那个是你男朋友吗? 男人没有女人那么八卦,对异性的感情问题一般都不太在乎。 如果一个男人很关心你身边那个人是不是你的男友,并不是随口问问拉家常,也不是为了八卦,说明他心里喜欢着你。 所以很在意你和身边男士的关系。 如果在平时的聊天中,他时不时把话题带到感情上来,说明他已经对你动了情。 普通男性朋友不会在乎你的感情,只是会一会唱歌吃饭,一起东拉西扯,聊共同感兴趣的话题。 刚才看你不高兴,我是不是说错话了? 在乎你的男人会小心翼翼,生怕说错话惹你生气,哪怕是平时大打咧咧,胡搅蛮残的人,也会变得格外小心。 他怕说错话破坏你的心情,破坏你们之间的关系。 中年男人一般比较好面子,也不拘小节,如果某个中年男人老是怕说错话惹你生气,不停向你道歉,不用怀疑他已经对你动了情。 你建议找个比你年龄大很多的男朋友吗? 虽然身高不是距离,年龄不是问题,但是在感情面前,很少有人会表现得特别自信,总怕自己配不上对方。 中年男人或许事业有层,家境富裕,但是面对比自己年轻的女孩,还是会没有信心。 如果一个中年男人问这样的问题,其实间接在向你表白,说明他对你有那个心意。 中年男人不像二十出头的年轻男人那样,他们的感情比较隐忍,并且这个年龄也比较尴尬,感情上已经经不起折腾。 一旦问你这样的问题,说明他已经是深思熟虑,想要和你交往。 中年男人对感情都比较慎重,即使爱一个人也不会挂在嘴边,但是通过问的这几个问题,就已经说明了他的心意。 中年男人 感谢观看